日月潭湖畔早晨安靜的街道 出现美丽的人文风景 几位慈激志工正俐落地做回收 其中一位是年近70的廖永松 从师兄教我感觉 慢慢去接受 慢慢去做 从这样经过程 感觉说很快乐 越做越好 身体越好 廖永松经营自助餐馆 2016年曾参加 实业家禁思生活营 认同慈激理念 回来后随车回收 没想到在社区清扫服务 脚趾不慎受伤 环保工作暂时中断 他当时在远远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有机会回来要到慈激做 一直到2018年3月 廖永松因为胃部良性肿瘤 以及胆结石住院开刀 手术后神智昏沉 靠着愿力 毅力度过险境 这是我所谓的管 做到我这个顶 发起 我觉得他是越做气色越好 以前没有这样 他现在有那个心要去做 廖永松的付出 附近邻里都看见了 廖先生真的心 每次都来落 沙发生成继 让大家运动的人 从今天这条哲学资料 感觉很爽快 不然我们在旁边都搅来搅 还是搅才有意 没有啦 我就这样 趁这个机会 让他做这样 鲜卑不居功 廖永松默默奉献 生命良能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秋菊 世金瑜南投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